陆南在外面等得着急 好大一会功夫 大夫才走出来 陆南一把拉住医生 医生他怎么样 陆南着急地问道 医生没好气地看着陆南 以后这种情况 真没有必要送急诊 不就是刀子割伤了一点皮吗 你去随便找个大夫指个血就行了 他晕倒是因为晕血 干嘛这么大费周章的 医生看着陆南 似乎有点不解 陆南顿时愣在了原地 晕倒 是因为他晕血 难道晕血也遗传吗 陆南清楚地记得 苏北就晕血 苏暖也晕血 这个消息 对陆南来说造成的震惊 根本不低于股市大震动 他深深地看着床上的人 神色捉摸不定 在刚才那样的关头 他竟然会不顾生命地来救自己 苏暖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究竟是为什么 陆南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陆南想事情的事情 苏北也醒了 看着四周一片白 顿时有点茫然 他想起自己晕倒前 陆南要看自己胳膊上的伤口 可是自己有点晕血 所以就 直接晕了过去 遭了顾念成还让自己去取东西呢 自己这下晕倒了 他肯定给自己打电话了 苏北连忙拿起手机 给顾念成打去电话 电话响了一下 就被接起来了 暖暖 你在哪里呢 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你没事吧 顾念成着急地说道 苏北顿时脸色有点难看 一脸做了亏心事的表情 他看着自己被包扎的伤口想了想 刚才在外面处理公司的事情没听见 我还没处理完 先挂了 苏北说完就挂了电 陆南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苏北有点做贼心虚看着他 你 你干嘛看我 苏北凶巴巴地说道 我看你挺能说谎的呀 你的伤口这回能瞒得住 你回家后还能瞒得住吗 陆南凉凉地说道 苏北有点结巴 要你管啊 我自己自有办法 苏北硬着头皮说道 默不成 你的办法是一下午的时间 就能够让伤口愈合 陆南有点略带讽刺地说道 苏北怒了 陆南你得一个什么劲 我还不是因为你才受伤的 我现在没有办法 也是因为你害的 苏北生气地说道 我的胳膊成这样个子了 我也不想让顾念成知道 他看见了 肯定会担心的 但是我又不能马上让伤口愈合 有没有什么简单一行的办法啊 苏北叹气地说道 其实苏北也不是怕自己受伤 被顾念成知道他最担心的是 自己上了两天班 来了医院两趟 顾念成知道了 肯定接受不了 万一他真的来硬地将自己绑回家 那可怎么办 所以只能在他知道 之前先瞒着他 陆南若有所思地看着苏北 办法倒是有 只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用了 陆南说 苏北翻了翻白眼 既然有办法 那还不赶紧说害我这么担心 苏北没好气地说道 陆南想了想 办法很简单 跟着我去出差 估计走上五六天 你这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吧 陆南悠悠地说道 苏北一正 出差 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苏北问道 陆南点了点头 刚好啊 安西市那边 有一个项目 需要我亲自出差一周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当然去了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陆南一边说 一边注视着苏北 他像是右拐小红帽的大灰狼一样 故意装出一副可亲的嘴脸 苏北凝视着陆南 真有这么一回事 不光是为了让我出去避一避 苏北皱眉问道 陆南轻哼了一声 你想多了 你还没有那么重要 我只不过是顺带的事情正好出差 如果你想去的话 今天下午收拾东西 七点的飞机 我们晚上九点就能到了 陆南说道 苏北点了点头 我愿意 苏北快速地说道 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到时候你跟我去出差 陆南说得一脸坦然 其实他没有告诉苏北 安西市确实有个项目 需要一个人去出差 但是这个人也可以是云帆 或者他找一个这方面的主管 去就行 可是苏北恰好要躲避顾念城 他只能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还是自己带着苏北一起去出差 那个 陆南 中午拿刀捅你那个男的 到底什么来路啊 苏北突然问道 那个男的 叫李云凯 你如果没失忆的话 也应该认识他的 他是以前李氏房地产的少东家 名叫李云凯 我当初收购了李氏房地产 李云凯的父亲跳楼母亲 变成植物人 结果 李云凯非得说我害死他爸 气得他妈变成那个样子 这不找我报仇来了 这次如果我受伤的话 我还能勉强原谅他 可是他伤到了你 那我就不能轻易这么算了 我如果放他一马 他以后指不定干出什么大事来呢 陆南郑重地说道 苏北若有所思地点头 人家那个李云凯 说得也没错呀 你收购他们家的公司 他父亲跳楼 跟你的确脱不了干系呀 苏北事实 就是他说道 陆南瞪了他一眼 苏暖 我怎么发现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好心在这里陪你 你竟然帮着外人说话 你又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我如果不收购李氏房地产 他也会破产 他们公司内部 问题太大 陆南说道 苏北突然有点明白了 陆南为什么会这么坦荡啊 按他的观点和做法来说 好像跟他的确没有太大关系 那李云凯他母亲呢 躺在病床上他不管吗 苏北问 他要是管的话 这一年的时间 也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年 他的母亲变成了植物人 他不光没有去看过 庞大的医疗费用 都是我来出的 我也从未说过什么 关键是我并没有迫害他们一家 他搞得好像是我推他父亲下楼 让他母亲中风一样 陆南生气地说道 苏北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我现在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顾念城别墅呢 苏北一回家就回到房间 打开皮箱 快速地收拾着东西 楼下 保姆阿姨正在哄顾紫苏 他本来是想告诉顾念城 苏北回家了 可是 苏北警告他 除非他不想干了 否则的话就不要乱说 他权衡再三 先生对这位夫人 简直是宠爱到了骨子里 他要什么都会给什么 自己如果真的不听他的话 他会不会真的让先生辞退自己啊 保姆阿姨左思右想 最后选择 暂且不告诉顾念城 这边苏暖正在上班 却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看着这个电话 显示的地点是南西市 苏暖想了想 这个世界上 知道他真是身份的人 只要自己和顾念城 谁会现在给自己打电话呢 苏暖百思不得其解 他想了想 最终接通电话 喂 你是谁 苏暖的声音压得很低 苏暖 是我叶染 叶染冷冷地说道 其实他知道苏暖的身份 也是一个巧合 当时无意间看见了苏暖 整容成苏北的资料 今天果然派上了永昌 苏暖听到叶染的话 他好半天才接受这个事实 自己的身份被叶染知道了 叶染你想干什么 直接说吧 不用拐弯抹角的 苏暖说 叶染笑了一声 苏暖 一年没见 竟然变得这么爽快了 当了陆南的女人 这到底是不一样了呀 我的要求不高 我希望你能帮我在陆南耳边 吹吹枕旁风就处理云凯 就这么简单 叶染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会帮你 只不过 为了我们的长期合作 你也需要答应我一些事情 苏暖悠悠地说道 叶染愣了一下立马开口 好 叶染说 苏暖笑了笑 很简单 你现在不是黑老大的情妇吗 我想让你出面 帮我对付苏北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苏暖说完挂了电话 他坐在办公室想了半天 最后才上楼找陆南 陆南正在处理文件 听到敲门声他皱了皱眉 进来 他抬起头 就看见苏暖走了进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自己要跟那个女人一起出差 看见苏暖的瞬间 陆南心里有点小小的心虚 他看着苏暖 北北你找我有事吗 陆南问 苏暖点了点头他 快步上前 当然有事了 我听人说 停车场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关于你的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苏暖快速地说道 叶染告诉他的时候 只说了李云凯想去杀陆南 结果失败了 自己被抓了起来 他其实也不知道 当时苏北在场 听到苏暖这么一问 陆南下意识地攥紧手 他都知道了 自己不是下令 不让底下人乱说的吗 他皱了皱估摸着 应该是谁说漏了嘴 只不过看苏暖的表情 他应该不知道 当时在场的还有那个女人 哦 你说的那件事啊 我没事 就是一个人想报复我 最后被我抓起来了 现在已经送到公安局了 你也看见了 我人好好的坐在这里 没什么大事 陆南笑着说道 苏暖看着陆南 看见你这么安然无恙地坐在这里 我也就放心了 只不过 那个人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非得置你于死地 苏暖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道 陆南正了正 他并不想让苏暖知道这件事情 尤其是关于那个女人的 他只能尽量往李云凯身上扯 你如果没有失意的话 应该认识他的 他是你的前男友 他记恨我 因为我收购了他们公司 父亲自杀 母亲成了植物人 陆南缓缓地说道 苏暖摇摇头 他认真的看着陆南 陆南 我们能不能放他一马啊 苏暖说道 陆南一正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说 陆南有点不解 毕竟他以为眼前的苏北 已经忘了过去所有的事情 苏暖装出一副难受的表情 我光是听你说 就已经觉得 那个人挺可怜了 你让他去看看 他母亲吧 放他一马 如果以后他死心不改 你再动手也不迟啊 好不好陆南 苏暖情真意切地说道 陆南想了想 北北 你就不怕李云凯出来之后 继续报复吗 陆南问 苏暖摇摇头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你给他一次机会 也算是对自己的救赎啊 毕竟他的父亲 的确是因为你死的不是吗 苏暖说 他这话一说 陆南顿时一正 李云凯父亲的死 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陆南想了想 最终点点头 好吧 我这次可以放过李云凯 只不过 这次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陆南沉沉地说道 苏暖赶紧点头 嗯 我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我先下楼去工作了 苏暖说道 陆南点了点头 你去吧 我也工作了 陆南说完 苏暖转身就要离开 陆南突然喊了一声 北北 他喊完 苏暖立马转身看着他 陆南怎么了 苏北问 陆南神色一正 他想了想摇摇头 没什么你下楼工作吧 陆南说 其实他想告诉苏暖 他要去出差 可是只要自己说了 他肯定会问 是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也不想欺骗他 索性还是别说了 等着自己到乱西市 再告诉他吧 陆南到了机场 苏北早就到了 陆南快速地走过去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你等了很久了吧 陆南问道 苏北摇摇头 不晚 我在家里待着 也是无聊 所以就早点赶过来了 苏北说 陆南点了点头 两个人等了一会功夫 就开始登机了 苏北上飞机前 给顾念成发了一个短信 说明自己要去出差 他这才关机 等到顾念成电话 打过去的时候 苏北已经关机了 顾念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让自己安排 在盛氏集团的眼线 查了一下 这才知道 苏北竟然跟陆南 一起去出差了 顾念成当下 就把手机摔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 苏暖去上班的时候 才知道 苏北竟然跟着陆南出差了 他心里顿时七上八下 他第一时间 就给顾念成打了电话 苏北去出差了 跟着陆南 去的你知道吗 苏暖问道 知道 但我必须处理公司的事情 顾念成的声音 很冷 那让我去坐吧 我真的冷静不下来 苏暖着急地说道 顾念成愣了愣 你还是算了吧 你好好待在南西市 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 找个人他们不认识的 去监视他们 这样的话 你应该能踏实一点 顾念成说道 苏暖点了点头 好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我现在就去找人 苏暖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苏暖挂了电话 就约了叶染在咖啡厅见面 几分钟 叶染才姗姗来迟 看见苏暖他五唇一笑 什么事啊 还这么急急忙忙地叫我出来 叶染说道 叶染 是这样的 我现在急需你 帮我办一件事情 你能做到吗 苏暖说道 叶染毛子稍微有了点色泽 嗯 什么是你说吧 叶染说 是这样的 苏北这个贱人 他现在跟着路南去安西市出差了 你也知道 以我现在的身份 也不好直接追过去 我想让你过去监视他们 苏暖直接说道 叶染吃惊地看着他 不是吧 你现在的身份都是苏北了 那个真正的主 现在还能在路南身边 安然无恙地待着 我看啊 让我去离间 估计有点悬 叶染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不管怎么样 你先过去监视着 如果有可能的话 借他人之手除掉苏北 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有那个胆量 我肯定会在路南面前保你的 再说 他们也不认识你 你现在就安心地过去吧 苏暖快速地说道 叶染想了想自己目前的处境 最后想到李云凯 他点了点头 话说 苏北和路南在安西市 白天的时候 苏北跟着路南 谈了一天的生意 他虽然不太懂一些事情 但是帮路南简单地打个杂 跟着记录一些东西 还是能够做到的 下午他们谈完事情 分别的时候 对方邀请路南 参加晚上的宴会 路南本想拒绝 可是看了苏北一眼 不知道怎么地 他就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 苏北无所谓地撇撇嘴 他以为路南想去参加这个宴会 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路南竟然要拽着自己去 苏北顿时不情愿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路南 我又没有说 自己要去参加宴会 是你自己答应下来的 你自己去不要带上我 苏北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拒绝路南的好意 路南很坚持地看着他 不行 作为下属 陪着上司去参加一些重要场合 这是你出差必做的 难道你不懂吗 如果不懂的话 我今天就教你 路南丝毫不退让 苏北顿时欲哭无泪 好吧 那路总 您究竟想干什么呀 我真的很讨厌 非常讨厌这样的场合 再说我穿什么呀 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你让我去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况且 我的手臂还受了伤 苏北就没说到 他多么希望 路南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不用这么费力了 自己也安静了 可是 路南偏偏不如他的意 这个好办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路南悠哉悠哉地说道 十分钟后 当苏北看到碗里服是黑色的 袖子是透明的布料 上面有一片一片的花纹 正好能够挡住他的伤口 穿在身上之后 感觉就好像是 两只手臂盛开了一片的曼陀螺 看起来妖娆惊艳 苏北几乎是一眼 就爱上了这件衣服 他最后思量了再三 在路南的怂恿下 试了试这件衣服 最后造型师给他做了造型 苏北就这样 被路南忽悠到宴会上去了 苏北和路南进入宴会厅 还引起了一阵骚动 因为路南的身份 宴会上有不少人过来搭讪 苏北实在是疲于应付 他给路南使了个眼色 路南顿时会议 他扶着苏北去沙发上 然后一个人往那边走去 苏北拿了一杯红酒 无聊地坐在那里打发时间 突然一声嬉笑声落入耳中 这是谁啊 穿的这碗礼服这么标心立异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啊 一个女生说道 苏北下意识地转身 看向对方 她便看见一张陌生的脸 这张脸真的很陌生 苏北在脑海里搜寻了一下 自从她失忆后认识的人中 似乎没有这么一个 只不过对方给她的感觉 却非常熟悉 好像他们以前认识一样 苏北忍不住醋眉 这哪里来的女人莫名其妙 只不过那种熟悉的感觉 却一直萦绕在心头 她可以感觉到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她对这个女人都是相当的厌恶 你是谁啊 苏北有点无语地说道 叶然一正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叶然讽刺地说道 苏北看了叶然一眼 她有点被对方的态度惹火了 是啊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那我也没有必要 知道你是谁吧 毕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入得了我的眼的 苏北冷声说道 叶然被她气得火冒三丈 她刚站起来 便走了过来 叶然顿时捏了 她对着苏北狠狠地瞪了一眼 时间还长着呢 我们走着瞧 她说完便愤愤然离开 叶然走后 陆南才走过来 陆南望着叶然离开的方向 忍不住皱了皱眉 苏北转头看了她一眼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 我总觉得 她看我的眼神 好像似曾相识 苏北说道 陆南不是傻子 她当然看出来 对方不怀好意 但是那个女人 她也不认识 她故意逗苏北 想让她开心一点 你都失忆后 还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别胡思乱记了 说不定就是以前认识的人呢 女人之间事情 本来句挺多的 她看不惯你 应该实属正常 你就不要多想了 陆南说道 十分钟后 苏北起身上洗手间 叶然在不远处的角落里 看见苏北向着卫生间走去 她心里突然生出一记 她转身 走向不远处的刘总 叶然走过去嬉笑地看着她 刘总啊 什么风把您这个大忙人吹来了 你平日日理万机 我还以为 您今天不回来了 早知道您来 我就不带男伴了呢 叶然一边说 还一边给刘总不停地抛媚眼 刘总笑了一声 她突然伸手 摸了一把叶然圆润的屁股 哎呦 带了男伴也没有影响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刘总色眯眯地说道 虽然她对眼前的女人 似乎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这也不妨碍 大家一起玩 毕竟她平日里招惹这样的女人 没有一百也有九十九了 叶然被摸了一把 她快速地闪开 娇媚地瞪了刘总一眼 哎呀 刘总你真讨厌 这么多人看着呢 要完可以啊 你先去把那边 那个女人拿下 我们到时候一起玩啊 那可是我们一起 最假倾刀的姐妹呢 我想着依刘总您的手段 想要拿下她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不是 叶然一边把刘总捧上天 一边又怂恿 她去对苏北动手 刘总顺着叶然的目光看过去 光是看见苏北的侧脸和背影 那都到了极点 刘总想着 这样的角色 估计到了床上 那更是让人舒服到极点 她色胆上头 一个劲地流着口水点头 反正是这个小娘们的姐妹 那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东西 到时候一起玩了 想到这里 刘总点了点头 好了 你乖乖在这里等着我拿下她 根本就是小意思 到时候 我晚上带你们去一个极好的地方 刘总一边说 一边瑟瑟地看着叶然 叶然娇称了一声 哎呀刘总 您不要说得这么露骨吗 人家会害羞的了 叶然娇羞地说道 刘总看着叶然 笑得魂都丢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说完 她就向着卫生间方向走去 叶然在原地 看着刘总的背影 脸上流出一丝恶心的表情 就这样子 还想跟她玩呢 刘总想到 刚才看见苏北的样子 心里忍不住 已经开始响入非非 她站在女卫生间门口 笑得一脸春色 来上厕所的女士 都被她这表情吓得离开了 苏北上完厕所 洗了手打开卫生间门走出来 她一眼就看见门口刘总 苏北忍不住醋眉 这个男人怎么站在 女卫生间门口 苏北打算绕着她走过去 谁知道 她刚走到刘总旁边 就一把 被刘总抓住手 她刚好抓到了 苏北受伤的那只胳膊 苏北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你放开我 苏北冷声说道 刘总不依不饶 我为什么要放开你 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装什么假清高 以我有的是钱 只要你让我开心了 价钱随你提 刘总说得很是豪放 苏北厌恶地看着刘总 你这人脑子有病吧 你有钱管我什么事 我又不稀罕你的破钱 你最好赶紧松开你的贤猪手 不然我喊人了 苏北忍着胳膊上传来的疼痛 愤怒地说道 你喊啊 我就喜欢你大喊大叫 别装了 你这么装下去不累吗 我都说了 伺候好我就是 你今晚的工作了 来跟着也走吧 刘总说着 就伸出贤猪手 要往苏北的身上摸去 苏北愤怒地盯着刘总 你放开我 不然我跟你不客气 苏北冷声说道 刘总瞬间吃笑了起来 哎呦 小娘皮生气了 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究竟是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刘总说着 就使劲地抓着苏北的头发 苏北浑身都疼得蜷缩了起来 刘总眼睛里 瞬间放出恶狼般的目光 尤其是看见苏北白皙的皮肤时 他伸手就去抓苏北的衣服 使劲地撕舍着 苏北大喊 救命啊 他刚喊出来 就被刘总捂住嘴 刘总恶狠狠地看着苏北 我告诉 最好别给我叫 你就是喊破喉咙 也没有人来救你的 如果你乖乖听话的话 大爷我玩完了之后 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刘总冷冷地说道 他刚说完 就感觉到身后一阵大力 把他向后拽起 刘总顿时红着脸 恼羞成怒 是谁这么没眼色 竟然敢坏他的好事 刘总猛地转身 刚打算破口大骂 就看见陆南那张英俊的脸 如暴风雨来袭一般 刘总瞬间 吓得腿都软了 陆 陆总 他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是陆南这样 经常出现在财经新闻上的人 他当然是知道的 只不过他不知道 自己怎么招惹到这位爷了 他竟然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 看着自己 看着刘总害怕的样子 陆南杀人的心都有了 苏北缩在角落里捂着自己 不想被人看见 陆南心疼极了 他快速地走过去 一把将苏北抱在怀里 苏暖别哭了我来了 陆南心疼地说道 苏北将头抵在他的胸前 泪水似乎渗进了他的衣服 陆南顿时手足无措 苏暖 你不要哭了 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让你落单的 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陆南低声在苏北耳边说道 接着 他轻轻地将苏北放开 让他靠在一边的墙上 他想都没有想 直接走向刘总 一脚将他踢翻在地上 陆南也顾不得什么形象 他脱下西装外套 直接扔在地上 走过去对着刘总肥瘦的身体 就是狠狠的一脚 陆南收拾完刘总 直接将外套拿起来 穿好沉声说道 费你一只手 让你知道 什么人该碰 什么人不该碰 拉着尾巴做人 利息我会慢慢算 陆南说完 狠狠地踢向刘总 刘总那肥大的身体 竟然被他直接踢得向着墙根 滑动了机密 周围被刘总杀猪般的声音 吸引过来的几位老总 他们下的肩膀一缩一缩 一句话都不敢说 这位陆总的手段 实在是太吓人了 随后陆南快速向苏北走去 他将苏北抱起来 向着外面走去 苏北一动不动 任他抱在怀里 他将头抵在陆南的胸膛上 这一刻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温暖 陆南抱着苏北 回到酒店 他将苏北一路抱回房间 轻轻地将他放在沙发上 这才打通酒店的人工服务台 让他们送一个医药箱上来 不一会 就有服务员将医药箱送进来 陆南拿着医药箱 快速地拿出剪刀 剪掉苏北的袖子 苏北看着他的行为皱眉 这么贵的衣服 你就这样把它剪碎了 苏北说 陆南抬头看了他一眼 脸上还带着泪痕 不剪掉 我怎么给你包扎伤口 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反正也衣服 我被这么一剪也彻底毁了 一会直接扔掉就是了 陆南没好气地说道 他说完就解开苏北包扎的纱布 用酒精清洗了一下 重新给他包扎 因为伤口裂开了 清洗的时候 苏北疼得吸气 陆南又心疼又无奈 马上就好了 陆南说完加快了苏北 他给苏北包扎完 苏北的额头全是冷汗 陆南伸手 想要给苏北擦一擦 苏北却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陆南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了 今天的事情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毕竟这次是我带你出来的 你现在先去洗个热水澡 好好地睡一觉 明天起来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陆南说道 苏北低着头 闷闷地点头 一句话也不说 陆南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按着医药箱离开 他虽然有心 想要好好叮嘱苏北几句 可是他看得出来 苏北此时此刻 并不希望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陆南退出去 细心地帮苏北拉上门 他回到房间里 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云帆发消息 查清楚刘总的所有生意 好好款待一下他们的公司 三天后 苏北的胳膊也好得差不多了 苏暖 南西市的农家乐 我听说不错的 刚好我今天也谈完生意了 我们明天去玩两天 再回南西市 你觉得怎么样 陆南问道 苏北看着陆南 这个问题 你决定就好 其实这次出来 我挺不好意思的 我是你的助理 结果到最后 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亲力亲为 如果你想再玩两天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的 苏北淡淡地说道 陆南点了点头 那好 我让人在那边安排一下 我们明天直接过去 晚上两天 大后天晚上的机票 我都订好了 陆南说 苏北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 苏北早早就被陆南 从床上挖起来 按照陆南的话 他们要早起进山采摘野位 因为来这边度假 最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进山 山里有太多 他们平常见不到 但是却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们两个吃完早饭就进山了 刚开始进山 苏北还非常欢乐 可是走了一会 他就腿疼得不行了 陆南看着他的样子 只能陪着他 不停地走走歇歇 苏北忍不住感叹 虽然风景好 可是累死人啊 苏北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陆南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风景好 那就快点走 陆南想了想 伸手拉住他的手 苏北愣了一下 陆南眼睛一闪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拉着你 能走得快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玩便有意思的地方 估计太阳都快下山了 陆南说道 苏北点了点头 也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任由陆南拉着他 向着前方走去 那种感觉说不上来 反正极为安心 陆南的脸色突然一变 他猛地伸手拉着苏北 慢着小心有危险 陆南警惕的动作 凝重的话语 无一不下到苏北 苏北顿时向后退了一步 陆南 你说什么 苏北瞪大眼睛看着陆南 眼睛里凝聚着深深的恐惧 陆南向着他缓缓摇头 别往前走了 我感觉我们被包围了 陆南刚说完 苏北转身一看 就发现他们的周围 多了十几个身穿迷彩的男人 他们看起来非常凶悍 像是常年生活在这种地方一般 他们的脸上 全都涂抹了绿色的油彩 根本看不清本来的面貌 陆南拉着苏北的手 苏暖 一会我突破一个口 你就向着外面跑 努力找到农家乐 让老板找救兵来听到了吗 陆南冷静地说道 他的手握着苏北的手 他的话虽然听起来很冷静 可是苏北却感觉到 他的手心正在出汗 陆南想 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 怎么都好说 但是这个女人在这里 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受伤 苏暖听到陆南的话 他下意识地摇头 不行 既然我们一起出来的 要走一起走 苏北冷静地说道 陆南生气地看着他 听我的 不要让我这个时候还要生气 你看见了吗 他们手里的猎犬 嘴里全都是口水 这说明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 听到主人发出有肉的指令 他们才会这般眼睛放光 你要是不听我的 到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得死 陆南凶悍地说道 苏北固执地看着他 死就死我不怕 苏北的神色 非常坚定 陆南突然有点感慨 这个女人 在这样的生死关头 还能固执地 跟他同生共死 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围守的迷彩服男子 一声令下 他们手里的两只猎犬 直接放开 向着苏北和陆南扑过来 围守的男子大声 给我围起来 今天一定要让他们死在这里 绝不能留一条活路 男子说完 所有身穿迷彩服的人 都想着陆南和苏北扑过来 十几个高大的男人 看起来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还有那么两条恶狗 苏北看着都觉得渗得慌 就在他觉得 这可能是他和陆南最后的时光了 可惜 他还是没有想起以前的事情 陆南看见最先扑过来的一条恶狗 他猛地一脚侧踹在狗身上 猎犬一下子被他踢飞出去 陆南对着扑上来的猎犬 根本没有丝毫手下留情之意 他虽然知道 他是无奈的 可是为了他和苏北 能够活着走出安山 他必须拼一把 为首的老大 恨铁不成钢地大喊一声 先对付那个女的 那个老大愤怒地说道 苏北被吓得不轻 可是他努力保持着镇定 他转身看着陆南 陆南 我们突破一条路 我会尽快往前跑 但是你也必须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苏北坚定地说道 陆南刚开始说的 让他先走去搬救兵 自己跟这帮人缠斗 这个想法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 可是他更加清楚明白 如果他真的走了陆南 将会面对什么 这里有太多的未知 自己走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在的话 他还能和陆南一起面对 陆南听到苏北的话点了点头 苏北这么固执 不愿意离开 他又不想看见他受伤 眼下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那就东南脚吧 那里 我们方便出山好不好 陆南说道 苏北点了点头 听你的 苏北说 因为陆南的凶悍 那拨人和陆南苏北 彻底僵住了 看见苏北和陆南 嘀嘀咕咕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为首的老大有点生气 你们在那里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就算是你们杀了猎犬 那也没有什么 反正我们猎犬多的是 但是陆南我清楚地告诉你 你今天如果不乖乖投降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 活着 让你们走出这里 为首的男人说道 陆南吃笑了一声 别以为我不清楚 你们想要我们的命 虽然我并不知道 我们跟你们究竟有什么过节 但是 想要我们束手就擒 我劝你 还是别做这样的白人梦了 陆南说完 看了苏北一眼 就是现在 他一说完 陆嘻嘻就向着东南脚跑 陆南也跟着冲过去 想把那边的三个男人撂倒 谁知道 他刚跑了一步 就听见一声枪响 陆南顿时定住了 苏北也待在了原地 他们转身看去 看见为首的那个男子 手里拿着一把枪向着陆南 苏北低头一看 陆南的腿上 似乎破了一个洞 他的脸上流出一抹难受的表情 苏北赶紧过去扶住陆南 陆南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苏北着急地说道 陆南紧紧地捧着脸 硬着头皮摇头 没事 我没事 你别担心 陆南说道 苏北伸手摸了一下 陆南的腿上全都是血 苏北顿时红了眼眶 他刚才打中你了 苏北问 陆南勉强地挤出一抹笑容 没事的一枪而已 陆南笑得比哭得都难看 苏北的眼泪 巴搭一下就那样流出来 其实苏北不知道 陆南刚才听到 子弹破空声音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以躲开的 可是他的正前方就是苏北 他只要躲开 那个子弹势必会打入苏北的身体 他不敢也不能这样做 为首的老大 看见陆南中枪 他终于笑了起来 你们都让开我直接解决了他们 为首的老大说完话 根本没有废话 就直接开枪了 虽然他的枪法不是很准 可是打中陆南和苏北 还是没有问题的 陆南抱着苏北 在地上猛的一个打滚 躲开了子弹 为首的老大更加吃惊了 这个男人这么厉害 竟然连子弹都能感知这么清晰 而且反应还这么快 他回去之后 一定要让刘总加钱 不然的话 他这次的生意也太不划算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手下 对着为首的老大喊道 老大 我们必须快点 一会农家乐的人该进山了 到时候 我们就走不了了 他快速地说道 为首的老大 似乎神色有电脑慌乱 他拿着手枪的手有点发抖 眼前这个男人 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从心里打触 如果让他活着离开 他根本不惯想象自己 和兄弟们 会受到怎么样的报复 他拿着枪向着陆南走过去 你们给我靠近 围住这两个人 我要把他们打成马蜂窝 都给我快点 为首的老大 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向着苏北和陆南围过去 虽然陆南抱着苏北 看似没有多少力气了 可是他们 依旧害怕得不行 万一这个男人反扑 那么他们将付出的 可是生命的代价 眼看着近了 为首的老大 拿枪对着陆南 打算开致命的一枪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突然 一声哨子响起 周围突然发出 嘻嘻嘻嘻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大 好像是什么动物 成群地向着这边过来了 所有人都吓白了脸 为首的老大 吓得有点手抖 他一开枪 结果打偏了 一个手下眼间 他看见两只猎犬向着他们跑来 紧接着 更多的猎犬 看上去至少有六七十只 他彻底吓傻了 顾不得什么老大兄弟 直接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快跑啊有狼 他说完 跑得更加快了 众人这才发现 成群的猎犬向着他们跑来 为首的老大 再也顾不得开枪 他直接吓得 将枪丢在了地上 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陆南一看 这个猎犬群的阵势是 瞬间被震撼到 如果这些猎犬 是向着他和苏北来的 他们今天根本走不了了 陆南刚刚这样想 就听到脚踩在树枝上的声音 他和苏北 几乎是同时转身望去 看见那个像是古典画里 走来一般的人时 苏北和陆南 彻底呆住了 苏北简直太美了 这样的地方 还有这么美的人 陆南震惊到了极点 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怎么会在这里 陆南说完 快速地向着陆兮兮走去 陆兮兮的神色有点难以捉摸 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陆南 哥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陆兮兮说道 抬眸看向不远处的苏北 他接着说道 而且 你为什么会跟苏暖在一起 我听说你这一年 不是一直都在找苏北吗 陆兮兮问道 他的眸子闪了闪 难道痴情的哥哥 也一亲别恋了吗 陆兮兮的话刚问完 陆南的脸上 就闪过一丝难堪 兮兮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必须赶紧找个地方 把子弹弄出来 陆南沉声说道 陆兮兮的神色一紧 你还是受伤了 他看着陆南 脸上闪过一丝心疼 按照哥哥的本事 一般的人就算是持枪 也伤不了他 肯定是哥哥为了保护这个女人 想到这里 陆兮兮心里没来由的生气 他瞪着苏北 哥是不是他害你手上的 陆兮兮毫不客气地指着苏北说道 眼看着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 陆南赶紧出面调和 这是不怪他 有人背后指使 我们先离开这 陆南沉声说道 陆兮兮看了苏北一眼 想了想 好吧 那我扶着你 说着 上前扶起了陆南 陆南想了想继续说道 还有刚才拿枪的男人也要带走 这样才知道 幕后主使是谁 陆兮兮吹了吹口哨说道 放心吧 那个男人 我让猎犬带着 陆兮兮说完 扶着陆南往前走 你自己能走吗 陆兮兮突然转身冲苏北问道 苏北使劲 从地上站起来 他倔强地看着陆兮兮 当然能 他说得很是坚定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眼前的女人不是 很喜欢她 难道他以前认识她 而且还做过伤害她的事情吗 苏北虽然不解 但是也不想开口去问 走了一会 陆南终于从刚才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他看着陆兮兮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难道不知道 我这一年的时间都在找你吗 陆南说道 陆兮兮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 陆兮兮说 陆南皱了皱眉 既然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 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和我都很担心你 陆南说道 陆兮兮神色有点僵硬 我知道 我正是知道 所以才没有选择回家 家对我来说 成为一种束缚的时候 那我宁愿离开 陆兮兮说道 陆南看着陆兮兮 突然有点无力 她永远不可能 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陆兮兮身上 既然她不愿意待在南西市 现在只要知道她好好的那就好了 也算是对家里人有个交代了 算了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陆南闷声说道 陆兮兮看了陆南一眼 她知道陆南不高兴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 那她也不想 再被当成金丝雀一样的养在家里了 哥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吗 又为什么会被那么一帮人追杀 而且还戴着一个包袱 陆兮兮看了苏北一眼 无所顾忌地说道 苏北安静地在一旁 充当一个木桩 她从来都不知道 陆兮兮这么讨厌自己 当然她更不知道 陆南还有这样一个妹妹 美若天仙 却又牙尖嘴利 陆南看着陆兮兮瞪了她一眼 兮兮 好好说话 我跟苏暖只是上下属关系 这次我们一起来安息市出差 准确地说 是我连累了她 刚才那些人 应该是冲着我来了的 陆南说道 陆兮兮皱眉 就算是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 可是 你跟苏暖什么时候 能这般和平相处了 你别忘了 当初我和苏北 究竟是被谁抓走的 如果不是这样 你和嫂子就不会分离 我现在也不会来带安息 陆兮兮气愤地说道 她不知道这个女人 究竟给哥哥中了什么股 哥哥竟然这般维护她 兮兮 过去的事情不要说了 况且以前的事情 苏暖她全都忘了 我相信 她现在已经改正了 你没有跟她相处过 你不知道现在的她是怎么样的 你就不能妄加揣测 陆南沉声说道 陆兮兮有点不服气 就算是现在的她 改谢归正了 可是她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 就能一笔勾销全然抹去吗 陆兮兮反问道 陆南的神色有点难看 其实 她刚开始遇见这个女人的时候 想到她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 那么过分 她觉得自己 根本忍受不了 可是他们在一起相处了这段时间 她对她的印象彻底改变了 就不说别的 危机关头 她不愿意离开 宁愿跟自己同生共死 而且就在前几天 她还对自己舍命相救 不管是哪一条 她都深深地感觉到 她已经不是过去的苏暖了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给她一个该错的机会 也未尝不可 兮兮 这些事情 我们先不要说了 你告诉我这一年的时间 你究竟干什么了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陆兮兮别别嘴 有点不情愿的样子 一年前 我和苏北掉入水中 是近东救了我 她把我安置在这里 还给我搭建了小木屋 处理你的腿伤 应该没问题 陆兮兮笑着说道 陆南侧头看了陆兮兮一眼 她能从陆兮兮的脸上 看到一丝幸福的光 那是以前的陆兮兮所没有的 或许兮兮说的对吧 自己不应该像家里人一样 恨不得拿着笼子 将她当成金丝群圈养起来 还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更能释放她的天性 原来是这样 不过不管如何 只要你没事活得开心快乐就好 陆南说道 到达陆兮兮的小木屋 苏北这才看清 怪不得陆兮兮宁愿待在这里 先不说她这般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温馨 让一个外人看了 都有点留恋不舍 陆兮兮快速地给陆南找来打火机 蜡烛酒精镊子 以及小刀 陆南本想让苏北 给她把子弹挖出来 可是看着苏北心疼的眼神 她只能忍不住摇头 苏暖 你帮我把那一截裤子剪下来 用酒精洗一洗伤口 我把子弹挖出来 陆南沉声说道 苏北皱眉 陆南 你这样能行吗 苏北问 子弹入口虽然在腿上 可是在腿后面 陆南操作起来肯定不方便 那要不你来 陆南说 苏北下意识地摇头 可是他想了想去点头 好我来帮你取子弹 苏北说道 陆南看着他认真的眸子 点了点头 好那你下手狠一点 速度快点 这样才能减少我的痛苦 不然的话 你慢慢吞吞 越是心疼我越是疼 陆南说 苏北郑重地点点头 你不说这些我都知道的 苏北说完 就把刀子架在一边的蜡烛上 开始烧他拿着酒精 快速地给陆南消毒 消完毒之后 刀子也红得差不多了 做完这一切 苏北瞬间像是虚脱了一样 直接软软地坐在地上 他今天竟然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 看见那些血 他的面前只有那颗子弹 意识也不再薄弱 他竟然克服了自己孕血的毛病 苏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将陆南的伤口 用纱布包扎好 扶着他睡下 苏北坐在地上恢复了半天 这才慢慢坐起来 开始收拾东西 苏北将东西收拾好 他刚走出去 就看见陆兮兮坐在门口 苏北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陆兮兮讨厌自己 苏暖 你真的变了 陆兮兮说道 苏北正在洗手 听见陆兮兮的话 挑了挑眉转身说道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 苏北说的 陆兮兮笑了一声 不知道是在嘲讽 还是在笑什么 以前的你 做什么都让人无比讨厌 尤其是你 一直在针对我哥和苏北 他们本就是幸福的一对 连我都放下了自己的执念 但是你却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陆兮兮看着苏北凝重的目光 他突然摇摇头 算了 我说这些干什么呢 都过去这么久了 不提了 对了 你跟我哥 怎么会在这里呢 陆兮兮问道 苏北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 刚才追杀我们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要感谢 你救了我们 我们其实是来安息出差的 我现在是陆总的特助 我们这次出差 本应是一周时间 陆总勤快用了三四天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说是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带我来这边的农家乐看看 我们是昨天来的 今天进山采摘一点野味 谁知道就遇见这种事了 苏北叙叙道来 陆兮兮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刚才我用猎犬吓唬了一下 拿枪的那个男人 他说是刘总指使 他们干的 苏北心里有点沉重 原来是他 我得马上告诉陆南 要是刘总知道陆南手上了 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必须马上告诉陆南才行 午饭后 陆兮兮去给那个被抓的男子送饭 苏北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给陆南细说了一遍 陆南沉吟了一下 如果你害怕的话 我让云帆直接过来吧 毕竟他处理这些事情 我也放心 而且我上飞机的时候 你和兮兮也没有办法扶我起来 陆南说道 苏北点了点头 这样也行 只不过我最害怕的 就是那个 刘总贼心不死 苏北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